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完全无法布施 佛陀告诉他 先把小物品从右手布施给左手来训练自己 当那个人慢慢习惯了布施的想法之后 佛陀鼓励他 把小物品布施给家庭成员 然后布施给朋友 最后布施给牧生人 最后 那个人 能够怀着极大的喜悦 把任何事物 布施给他遇见的任何人 二 过去 有一个人 坚贪的习性很重 对于任何他喜欢的 总是说 我要 我要 从来没有说过 我不要 有一天 在佛陀托波的回程中 他遇到了佛陀 向佛陀所求波中的欢喜丸 佛陀 佛陀告诉他 你要欢喜丸可以 但这当中有条件 我可以给你两颗欢喜丸 然后 你必须 把当中的一颗 再还给我 并且说道 我不需要 这颗欢喜丸 为了 得到欢喜丸 那个人 欣然答应了 但是 当他 要把手中 已拿到的 欢喜丸 再拿出来时 显然 相当的困难 因为他这一生 或是 累世以来 从来 没有 把 已拿到的东西 再 拿出去的 举动 但是 为了 得到欢喜丸 他用 颤抖的手 挣扎的 交出 一颗 欢喜丸 结结巴巴的 说道 我 我不 不需要 不需要 这颗欢喜丸 旁边的弟子看了 好奇的 问佛陀 为什么 要这样 大费周章的 给一颗 欢喜丸呢 佛陀 慈悲地 说道 这个人 坚贪的 喜气 已经 许久 从来 未曾 有过 一丝 想要 不实的 行念 如果 再这样 下去 未来 必定是 恶道中 轮回的 命运 所以 我要 在 他的 心念中 种下 一个 不实的 因缘 不要 小看 今天 这样 小小的 一个 善念 将来 这个 善念的 因缘 成熟了 凭着 这个 善念 他 将 脱离 恶道 开始 修行 未来 将会 解脱 诸苦 永 断 烦恼 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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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